你知道发票广告纸等废弃纸张也可以做成碑垫吗 崇国社区大学特别开办了一堂低碳环保课程 教导民众利用纸类回收物做成再生纸浆 创造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环保纸碑垫 在果汁机里倒入水还有加入纸张打成纸浆 然后在纸浆里头加入一些悬浮剂均匀的混合 接着把纸浆均匀的淋在山网上 把多余的水分刷干后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堆叠做成自己喜欢的图案 最后将杯垫从框中取下 利用熨斗烫干尽致就打工告成 我们收集身边比较低油墨的材料 然后它吸水性还不错的这种回收纸张 那我们把它打成纸浆之后 然后运用一些加入彩色纸浆或是缝建的手法 让它变成是可以增添生活美感的吸水杯垫 这个纸贝店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不要的回收废弃纸张来制作 一方面材料容易取得 另一方面就是诉求环保 将不要的废纸回收再利用 利用身边被回收掉的纸张 就是我们并不是用原生的纸张 然后就是以身边尽量就是身边可以取得的素材 那这个素材可能本来是被当垃圾要丢掉的 对那我们再把它拿来运用 而且是你生活上确实可以使用的东西 这是重光社区大学最近特别开办的低碳环保课程 利用各种回收纸做成食用小物 希望借此呼吁民众从生活当中落实环保概念 减少资源浪费 前来参加的民众表示 这堂课程相当有趣 而且也让他们学习到如何善加利用不要的素材 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没接触过 所以想来试试看 你怎么觉得这个还不错呢 因为看它的宣传好像又环保 又好像很好玩 我本来就对手作很有兴趣 对然后因为这个手操纸的东西是 随身就可以拿到的一些材料 对又可以做一些实用的东西 我就还蛮喜欢的 重光社大指出地球暖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因此社会大众更要懂得如何节能减态爱地球 记者是明天张曼琪新店采访报导